云林县府欧洲考察团 14号在县长张丽善的率领下 前往法国东北部 参访法国国立高等偶戏艺术学院 并且跟法方代表签署合作备忘录 由于云林县是布袋系的发展重镇 未来双方将进行学术策展演出 还有偶戏节等合作交流 实际操作大型人偶 云林县长张丽善俏皮的和大家打招呼 县府欧洲考察团 14号来到法国 国立夏勒维高等偶戏艺术学院 进行国际交流 从布袋的打造相关的演出练习 甚至到偶戏剧院 各个面向在这里都可以有系统性的学习 而云林县也是台湾布袋系发展重镇 全台第一座布袋系传席中心 日前正式动土 预计2024年将完工 在2025年启用 将持续传承与推广布袋系艺术 包括我们未来在技术的传承跟 彼此经验的一个分享 还有我们在策展当中都可以一起 透过两方的这个签署 合作备忘录以后 那未来会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未来台湾和法国两大偶戏系统 将会有更好的平台能够交流 包含人才经验技术 学习接近国际经验 同时要将充满独特性的布袋系美学 在台湾和国际艺术舞台上 持续发光发热 记者中文报道